嘉義地方角頭王幸福 七十九年間教唆男子開槍 殺死兩名原警 遭通契約十六年落網 以殺人罪判處死刑定驗 從黑髮關到白髮蒼蒼 現年七十二歲 是臺灣目前最年長的死刑犯 聲音洪亮對媒體訴苦 他正是三十七年前 犯下新竹學童陸正綁架私票案 以及保險員柯宏 玉蘭分事案的主席 邱和順 案子直到高院更十一審 才確定判決邱和順死刑 陸正父親曾一度對著鏡頭 喊浪費司法資源 他被收容在臺北看守所三十六年 是被關押最久的 情有氣氛追打 警方也快攔不住 蓋在黑外套底下的是女球 林瑜儒 清秀外表下藏著蛇蟹心腸 缺錢賭博竟然謀害婆婆及丈夫 甚至最親的媽媽都逃不過他魔掌 林瑜儒是近三十多年來首名女死球 燒捨六名親友仍不當一回事 死球翁仁賢在二零二零年四月一號晚間伏法 也是近年一次執行槍決 小英總統八年任期執行兩名死球死刑 相對別碼時期的兩位數執行率少了非常多 申請釋憲的三十七名代決死球中 多是手段兇殘 性侵強盜殺人等重大罪犯 判刑未執行 一道柵欄 隔出兩種聲音持續拉扯 三新聞 綜合報導